在近期的北京车展上 硬派SUV非常的火热 这其中像长城的坦克300就属于非常受关注的那种 但今年的车展上要论最硬派的越野车 却是东风的一款硬核的SUV 这款车就是来自东风的猛士 说起猛士其实它早就大名鼎鼎 它过去被称为中国的汉马 车展上的各路越野车 越野皮卡等 在东风猛士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因为今年来到车展的第三代猛士是一辆军用版 据悉这辆车有望推出民用版本 因此有喜欢硬派越野的朋友倒是可以关注一下 第三代猛士的气场可以说碾压全场 强硬的线条 帮猛的身姿 浑身无一处不透露着林林的威风 前脸上有超大面积的T型中网 灯组还带有钢筋防护网 前杠上有大号的脚盘和拖车钩 而它的侧面则完全就是一辆装甲车的感觉 尾部侧开的尾门上有备用的油桶 全尺寸的备胎 动力方面这台车搭载康明斯的6.7六缸中冷柴油机 配有全14区和三把锁 其越野能力之强和普通越野车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不过这一次并没有看到猛式的内部造型 至于说价格方面 以前的猛式民用版卖过88万 如果这台车卖到这个价位 仍然会很具性价比 因为它才是真正的越野神车